今天是母亲节 祝天下所有的母亲 母亲节快乐 每个团体都需要有领袖 就是能够影响或领导别人的人 规模越大跟人数越多的团体 越是需要强而有力的领袖 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经历四十年在旷野漂流 终于准备进入迦南应许之地 然而这个时候已经一百二十岁的摩西 阶段性的任务完成 不能够继续再带领以色列人 摩西交棒给约书亚 让约书亚接棒成为领袖 继续带领以色列人踏上未完成的路程 事实上要能够培养出一位领袖 不是容易的事情 所谓千军一德一将难求 一位领袖的养成 必须是经过一连串的训练过程 经验累积 以及心理素质的培养等等 并且即使是天重英才 也需要后天适当的环境配合 才能够造就一位领袖 在这里我们先看一下 约书亚他有什么特质 可以让摩西培养他成为领袖 首先在出埃及记十七章 记载的跟亚玛利人的征战 是由约书亚领军在第一线作战 这里我们看到约书亚是一位勇敢的将领 并且使命必达 不轻易退却 接着在出埃及记二十四章十三节 摩西上西乃山静见上帝 三十三章十一节 摩西在会幕跟上帝说话 都会看到约书亚担任护法 这里表现出约书亚对领袖的忠诚 最后在民宿记十三章到十四章记载 摩西派遣十二个代表去侦查迦南地 结果大部分的代表都传达消极失望的信息 只有约书亚跟迦勒两个人 表现出对上帝有信心 虽然约书亚已经跟在摩西旁边学习了四十年 然而真正要独当一面成为领袖还不是那么容易 在今天所读的约书亚记第一章看到 上帝一而再的提醒约书亚 要坚强要勇敢 要坚强要勇敢 更让人欣慰的是有这些以色列人的支持 在十六节他们说 你命令我们做什么 我们就做什么 你派遣我们到什么地方 我们就到什么地方 我们会服从你像服从摩西一样 愿上主你的上帝与你同在 正如他与摩西同在一样 你要坚强要勇敢 约书亚果然不入使命 完成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使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章来参加